图文 达人军军独家原创 未经授权严禁撰载 抄袭正应该举报监狱 如意传正在火热播出中 相对于大家对于周迅的吐槽 扮演复朝皇后的董璇确实备受好评 随后 董璇趁热打铁 参加了新武林大会的录制 节目中 董璇今夜的五次也穿了不少粉 可以说 今年完全就是董洁的丰收年 但吸引多年的董洁 终于是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然而 潘月明的前经纪人 近日却突然在朋友圈发出长文 点名道姓的开思董洁 看上去是白莲花 其实是毒蘑菇 而据他说开思的原因 就是因为潘月明的父亲争病抢救 相见孙子鼎鼎一面 然而董璇却以自己没有这个义务为由拒绝 引发的此事件 其实此前 潘月明的前经纪人 就曾在微博上讽刺过董洁演的复朝皇后 众所周知 潘月明与董洁离婚后 董洁的确就不再让潘月明见儿子了 董洁曾经在采访时说过 谁都没有办法改变命运 自己接受离婚的现实 鼎鼎也要接受没有爸爸了的现实 潘月明还因此回应 真要面对现实 敢不敢把真相说出来 本以为董洁与潘月明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潘月明也凭借白叶追求再次翻红 而如今前经纪人的这般操作 难道又要再度开思吗 当年董洁与潘月明是公认的金童玉女 两人结婚生死 被看作是最般配的一对 2012年10月 却突然有人 爆出董洁与潘月明分手的消息 还说董洁有了新欢 之后演员王大志却发了一篇 劝董洁离婚的微博 此事之后 该博主就直接点名 此前所说董洁的新欢就是王大志 到此时 董洁工作室亲自发声明解释 自己与潘月明离婚 是因为潘月明度过家宝 并放出照片证明 而且还声明自己跟王大志没有任何关系 此声明一出 潘月明瞬间成了众矢之地 其形象更是一摞仙障 甚至因为照片姿势一样 潘月明被比作了扎拿红事鞋 就是你好骚的那个 随后 潘月明将董洁的经纪人靠上法庭 辟调自己只是去过澳门一次 所有的声明被放 最终结果潘月明并胜诉 败诉之后的董洁经纪人 扯出这声明完全是董洁指示 潘月明却始终认为 董洁不会这样做 再到后来 董洁被拍到与王大志机闻 这才让这个世界来了个大爆发 董洁从此背上了白莲花的孟明 虽说潘月明成功真相大白 但本世上生气的事业 也因此停滞不前 至此之后 两人就基本上成了仇人般的存在 但过去这么多年 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 前段时间两人一次微博互动 还被大家猜测 是不是有复合的可能 这下才明白 两人看来了已不可能再和好了吧 既然不能复合 那就相望于江湖吧 不管如何 潘月明自己都没说话 前经纪人站出来说 也有点不好吧